在美国开发了老房时间,到最后还是开了门,开了门以后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,所以就把这个,就拿些刀来,拿些菜刀,把手,把这个小指就砍掉了。 虽然砍断了自己的手指,但杨红印仍然无法摆脱网瘾。 但是上班的时候,脑袋里还是没有什么好想的,也是天天想着有些画面,所以一把工资以后,就马上整件都又出来了,花了工资不到一天,就又到我了去了。 这位盟友脖子上的疤痕是他自杀时留下的,他在魔兽世界中看到许多死而复生的现象,就像效仿。 他研究了三十多种自杀的方法,最后选择了文景自杀,结果差点丧命。 这个机制就是,死了还能在,通过灵魂找回自己的尸体,然后能复活。 我可能当时就是,可能是产生了患觉,然后以为我这个工资还能复活。 我对这个文章世界,就是我这个学生,我大声让我看都不想看。 当开始在这种过程的演示的时候,我就不想看,就因为我不想看,我就不想听到,我很伤心。 因为它害了我们家,差点让我失去,我们在那儿的时候,对不对?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,游戏产业十分繁荣,游戏产品琳琅满目,国外的分支它来,国内的也纷纷上市。 这些产品在形式上,让人眼花缭乱,内容上,大都充满了魔幻、暴力、凶杀和色情。 以游戏为主的专业网站,也想方设法吸引玩家的眼球。 游戏世界风云变换,排行榜的作字,时常更新。 这款叫做QQ因素的游戏,名字有点像因素的谐音,不知道是研发者有意而为,还是无意中道出了它的一个特性,电子毒品。 这Q因素就是电脑的毒品,这个别看是一种网络游戏,但是在网络上它就是一种毒品,侵蚀人的大脑。 人心就特别小,有时候不上就觉得不舒服,然后心里就像毒品一样,有那种感觉,就很依赖它。 一旦网络成瘾,网络游戏就变成了电子毒品,网瘾有时比毒瘾更难治愈。 国际卫生组织已经明确把网瘾列为心理疾病,杨永信正是以心理手段来治疗网瘾。 游戏这种东西和海洛因这样的一些毒品呢,它们是成瘾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呢,应该说是很相似的。 相当一部分这样的网瘾孩子在达到一种相当严重的状态的时候,它表现出了一些思维的混乱,言语行为的混乱,和我们精心分裂症的一些症状是很难区分的。 通过分析网络游戏产品的特点和游戏产业的盈利模式,深受网瘾困扰的盟友逐渐认识到网瘾的本质。 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,网络是高科技的象征,网络游戏是借助网络传播的一种新型娱乐方式。 但盟友和家长不再这样认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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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